主播各位观众 凡克刚刚的活动涌入了不少的爱心物资 要来支持学生的行动 但不少人也有人是为了这些爱心物资而来 像是在现场就有发放便当面包及水 那么有一些是路过的民众 那么眼界这些爱心物资是免费拿 将这边当成免费吃到饱 因此中午还爆发了抢便当的冲突 而遭到了这个物资小组有爆发一身口角 来看一下稍找这个画面 看民众多么犧牲啊 我当眼看到了一个人拿一件衣服 丢7000块下去了 我看台湾人不是那么爱钱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资小组 不满有一名阿伯呢 因为跟这个其他的人插队来抢便当 因此在现场有了一些这个小小的冲突口角 因为我们来看到现在目前最新的现场 也就是呢 学生在稍早的时候 一一点名呢 这次反克纲活动呢 以及反对反克纲活动的一些部分的 国民党立委或者是不表态 那么今天下午有了最新的动作 就是呢 以压克力版写上了这些蓝预立委的名字 并且公布了他们立法院服务处的电话 要求大家呢 在现场以这个选票来抵制 甚至是一人一个电话来陈琴 不过这些电话因为是假日 所以都没有人接 那么也来预告一下说 待会呢在下午四点钟 有一个最新的活动 有上千人 号称上千人的游行 将会从下午四点钟 教育部这边出发绕行立法院 一共三圈 那么途中这些反克纲的团体 将会以举牌抗议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 为您掌握最新 先把进